好,各位朋友 我们这里的人民战况 就跟大家见面 第20集 第20集,是的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说 立法会发生了很多事 先说我今天有一宗 我今天拆穿林郑的语言艺术 现在越来越多这些 他近乎梁振英多 而且我觉得他今次这个 这个我想不是他想出来的 讲什么事呢? 梁振英他今年 未一月才发表施政报告的 以前本来应该是十月发表的 传统是 他今年的借口就是说 因为两大选 他又选,立法会又选 同步换届 所以又要听听议员意见 所以就延迟了 一月才发表施政报告 接着2月底,3月头就发表财政预算案 其实这个就 违反了一个传统 平时我们会多一点时间 有两次时间去 攻击政府也好 要他交代也好 但是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是 那你上次的理由是说换届 那你未来是否应该常规化 说回10月发表施政报告 2月底,3月发表财政预算案呢 有议员提出了口头的识 那今天林郑就来回答 做完论不是了 现在梁振英就觉得 1月发表施政报告 3月发表财政预算案 就更加好 所以他余下的任期这4年 都会是1月施政报告 3月发表财政预算案 我们当然是不满意 以及有质疑 那林郑其中一个理由就很好笑 她就说 缩短了两个报告两件文件的距离 就可以加快 令到有需要的人 可以拿到那些钱了 那我就立刻听报告 我说 司长,你现在近了梁振英就学了那些语言艺术 就是现在打个比喻 你平时就是早上9点钟有个菜单 就1点钟吃饭 现在你就改作 就中午12点才有个菜单 但是都是1点钟吃饭 市民不会早上有楼子 不会早上拿出那些津贴的 不过是短了时间 短了时间怎么会好呢 发表意见啊 修改的时间都是少了的 你知不知道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梁振英太晚饭了 真正的理由呢 就是8、9月不用做事 哈哈哈哈 没有私家报告 因为你10月如果是施政报告 就是你8、9月那段时间 就是要赶紧的 就是政策各方面 就回施政报告 就是要回一些心思 你现在10月不用施政报告 全部移到1月 哇那你整天7、8、9月 那些人一放假 全部都没有放假 而且他令到我们崩溫的地方 就是他很赖猫 因为他上次的原因就是说 做不成 或者想多一点时间就辞交功课 谁知发觉辞交功课 原来有这么大的好处 所以就上回 你记不记得他一选完就放假 是的 整个旅行的 谁知道去一个 包括去几个所谓的局长那些 未做够 就是过去两个月 已经整群都放假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喂 就是这一届的政府 林郑英这届政府呢 他们那些远外访的数字 是特别多的 是 回大陆喝茅台的数字 是特别多的 就是我没想到什么 偷懒的角度 第一就想到能力问题 就是他什么都会迟的 第二想到就是 他想压缩了时间 你骂他都是1月到3月骂 这个就是第二个理由 一个理由呢 就是可以偷懒 第二个呢 就把两件事合并为一齐 去出丑出小刺嘛 对了 就下街一次 就是你搞居民会也好 你搞什么 那些拿张摺凳去咨询呢 也是一次过 不过这么说 你挨不在这里 明年1月呢 都是一个问题 你哪是第二次 你哪是第二次 如果我是你呢 就趕快 9月早点拿出来 对哦 可以说过 不是哦 可能怕9月 施政报的上面没下头要做呢 那就是要多几个月时间要酝酿 可能他已经知道9月10月做不了 就是如果他退遲了 起码可能做多几个月特首的嘛 对对对对对 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就是 但是我说林郑你做了这么多年官 30年官 你有没有发现过 你自己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建议 觉得这样好呢 他也不敢这么回答我 他就说 有好处有不好处 有人问他不好处是什么 不好处就是令到那些议员呢 在9月10月就无事可以 因为没有施政报导 没什么 这个是错的 是那个逻辑 因为你施政报导是一个施政方针 你的施政方针计划了或者是表示了呢 都有很多细节要讨论的 所以你的施政报导在10月讲了 你有几个月时间 被人消化 被人讨论 被人去就不同的施政方针提具体建议呢 这个是跟财政预算有关的 所以如果他10月讲了施政报导的话 具体执行的时候 如果在2月那时再提财政预算案呢 基本上施政的成熟程度呢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有议员都说 就是负气说话的说法 其实不用施政报导 不用财政预算案 你良心是成熟一行推一行的 你应该想到一行 你不拿一行 不拿一行又拿一行钱 不用施政报导的 那就是最有效率 最灵魂 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么大的施政的程序的改变呢 你应是要思考成熟 这个就是 有很多议员说 说林郑那个 他曾经在内会 问过议员一句 不知道大家是否坐在一起 他今天有一个答案就是 当时他问过大家 觉得这个安排没有问题 没有人有反对意见 所以就觉得是跟议员讨论了 议员已经接受了 那我们议员联署声明 反对这个改变 是的 那我们要一起投诉 但是政府真的是 有跟验驾 它才 sure 如果你不敢说也没有 michil 很多年还没见过政府这么意义 今天又来说 今天真的很好笑 因为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公务小组委员会要投票 通过那三个堆填区的备款方案 其实之前一天我都跟那些绝食的朋友说 他们都想过 好不好? 拉布 他们又不是叫拉布 就是他们的观众如果搞事 那就可以拖长个会议时间 令到今天不能投票 但是今天最后 都不能投票 你也是有份的 我有份 你反对 因为呢 我要讲两件小组事件 重症这么久没见过的 今天的小组就是陈铛林 刚刚投资地产营赚了8千万 可能人就在云顶上 都没落到土地上 所以做事都飘着飘着 主要就是他一开始已经说了 今天只有一轮发言 其他的议员都算了 是不是? 其实行不行的 主席绝对有权 但是过去很少有的 所以其实可以重 但是他说的时候我还没进来 我迟了一点点 但他已经说了 当时没有议员反对 所以他说了 但都可以以不知 即我们经常说 因为今早的会 就是8点半到10点半 只有两个小时 如果真的有30个议员 发言 已经未必能投票的了 是的 过去都有一轮两轮 甚至是三轮发言 但是他开会说了 只有一轮 议员没有什么意见 就更有限 可以给他继续主持的会议 但是到了10点点 途近新印可能刚刚进来 就一听到 或者一轮发言就吵过主席 但主席很囂的 就说 哎…你已经说了 决定了 完全不解释 也都没有任何尊重 不同的意见 议员的感觉 就继续主持的会议 过了10点半前 他就说我们要延长多15分钟 这个是例行的 过去很多时候都是 主席有个权就将会议延长15分钟 但是要再延长就不是 过去很少再延长的 过去到15分钟就完结了 他突然间说 咦?要再延长 到大约40分的时候 说再延长10分钟 因为没投票 我已经打了一个突然 又要再延长 是吧? 然后陶居新又吵了 他就说我有权的 不过总之如果有议员反对的 就要投票 我就立刻弹起说反对 之前因为陶居新就说 好记名投票 又响5分钟 我要求记名投票 我要求记名投票 响5分钟 我反对 那就投票 立刻要求记名投票 又拖他 响中期间 梁家杰就立刻大律师就立刻看议事规程 规程原来说明 第一个15分钟延长 主席有权 但是第二个再延 有一个议员反对 就没得延 是 所以 他立刻宣布散会 是因为陈立业又反对了 这样 所以现在就导致那两个 政府就收回 因为群众压力 民建联又转回来反对 所以就收回这个 叫做新界东南的堆田区盘款申请 就是中分的那一个 是的 但是就照去这个屯门 和打鼓嶺那两个 就照去的 因为他可能数过又够票 打算够票 虽然工联会也说不支持 田北辰现在也说不支持了 因为就是 他说本来三个大家评分就支持 现在一个需要另外两个 他又不支持了 但是数完呢 他觉得够票 所以想着就 要跳去 如果他今天过得到 其实是想下个星期五 就上座委会的了 但是现在今天过不了 就是说他要再 约你们开一次公务小组委员会 是 之后才可以再上座委会的 那政治一天都嫌多了 一个星期后 都不知道其他有没有 其他议员政党有改变态度 是吧 所以就是看一下这一次 接下来是怎样 那另一次脱车事件呢 就是早过来星期前 两个星期前 又是公务小组委员会 那就是 拨款这个是 就是运输局 运房局 就拨款6亿 就是9千万 就是拨款给三个码头 4、5、6号码头 就是那个加建和增建的那个面积 那很多议员对整个设计有意见 喂 对究竟你建完之后 那个土地 那个楼面的应用 怎样跟船公司的财政挂勾 怎样将这个得益 可以帮到这个船票 很多这些问题 因为就是改建其中一个目的呢 就给那些土地的收入 作为资助这个船费 但是整个构思 那个财政安排呢 是未清晰的 所以很多议员关于设计又不满意 关于那个财政安排又有意见 那很多人提问题 那邱成梅就答到一批东西 张炳梁自己又不理 那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呢 我和韩秀兰两票反对 嗯 得一票赞成 其他议员基于不满意答复呢 全部棄权 结果就是两票反对票之下的撥款被否决 我想问呢 如果在公务小组委员会被否决的议案呢 可不可以硬闯财委会的 法律上就没有说不行 但是过去就我记忆是没试过的 因为以前你说如果事务委员会反对呢 都很少上财委会的 很少财委会 那么政府都有时问 咦?委员会会不会反对 将这个文件拿上公务小组委员会 或者财委会 是 如果事务委员会坚决说反对的呢 政府都很少上财委的 但是有时呢 事务委员会反对完呢 有时就很奇怪地 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呢 又不反对上财委会 因为我记得 譬如 刚刚开届的时候 长姐生活津贴也是 因为我们福利事务委员会呢 我们都是要他免资策职审查的 大部分议员 但是他都是照的 所以第一 就看看委员会 当时有没有坚决大度 是谴责政府 强烈反对上财委会的 如果当时在反对之余 都强调说 反对上财委会 要求委员会再开会讨论的话 过去我就很少见到政府硬厂的 但是这个689 就是根本完全不尊重的机制和程序 他最近跟人说这个程序公义呢 就是令人真是笑歪嘴 喂 如果真的财委会投了反对票呢 是不是 是个明文规定 还是惯例 不可以同一届再拿上来 还是同一连再拿上来 一般来说 同样文件呢 应该在短期里面 就不可以拿上来的 嗯 除非修改了一些东西 除非修改了一些东西 是的 所以这个 亦有某些的传统 大家所有的传统都好像 那你能否看得通 现在这个 对庭区问题 对庭区一定 对庭区 我相信下个星期 陈鑑林一定会 开公务 开公务 我亦会相信这两个 区的货款 会够票过 会够票过 到时财委会也会够票过 但如果真的要阻挡呢 老实实很多事情可以做 很多事情可以做 公务不断发言也可以 财委会不断发言也可以 财委会 就是昨天 和馮检基 就说 考虑拉布 等他提 是吧 没理由你说要拉布 要我帮你提这个动议 其实是可以拉的 你现在都7月来的 是的 那你用什么来拉过来 拉两三个礼拜 已经拉倒了 你进了几百条 那什么几百条 一百条已经拉倒了 是的 还有之前要发言 你有两个机制 你有这个公务 公务我拉你两次会议 跟着财委 财委又拉你两次会议 你7月20日之前都过不了 所以如果议员真的很想 用拉布形式拉倒这个撥款 其实可行 老实说 将军傲缩了 整个社会整体压力就好像低了 这个我想他就 一个交换 给这两个可以顺风顺水去 是吧 这个我们再看看的情况 另外有一个议题 就是最近谈的 就是江污染的问题 就是开灯多久时间 对了 最近政府 其实这问题是说了很多年 香港大家都知道江污染 包括招牌干管 包括商业大客的干管 对吧 对我自己来说 很多时候政府的公路 和行人 大约液光 就是行人天桥的干道 我觉得是有污染性成分 和没有这样的需要 你看看那些干管 有些是在私人住宅大厦的旁边 你在那个单位住 那些干壮进来 你睡不了 是的 我以前也试过 我留下麻雀館 那个招牌呢 是 12点 1点 很多旧区那些都是 特别是那些 6层高的大厦 招牌和那层楼一样 那么高的 那些大干管 可以不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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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热力 就是 你开冷气都不行 所以 有什么进展呢 政府当然就是研究 早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 都给一些建议政府 就是要可能 要用立法形式这个规管 那当然有部分这个商界 当然是反对 那这个问题 我想政府都 除非有改变态度 如果不是我相信 都会落实做的 那所以在这个 的干管招牌 那个规管 在这个商业大厦 即是那些规管 包括这个 商业大厦自己本身 的大厦招牌 那个规管 政府都要定义 那个干道的管理 有没有时间的规定 还有会不会用区的形式 某些区是豁免的 某些区是很严谨的 管制的 这个将来要用立法的形式 去这个规管 那我自己就认为 应该要定个干道 或者定个热道 是吧 你这个是环保的措施 还有对居民的滋扰 构成的情况 都要透过干道 和时间的规定 是令到市民 不要被这个滋扰 而你都没有必要的商业活动 你十二点后还开什么 你十二点后开那个干管 就是宣传的了 那不是真正的需要 他们招牌这么贵 相对于电费就不够租贵 那没有理由 因为你要做宣传 我给你污染环境 和对居民构成滋扰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立法的话 要在这方面去管制 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们会和大家继续 匯报立法会各种情况 包括政府这些脱车事件 拜拜